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屠龙记 第十六回 薄齐而妇参九阳 薄奖 东阳 张无忌在狭窄的孔道中又爬平树杖 眼前越来越亮 再拔一阵 突然间阳光耀眼 他闭着眼定一定神 再睁开眼来 面前竟是个花团紧簇的脆骨 红花绿树交香烟影 他大声欢呼 从山洞里爬了出来 山洞里地竟然不顾丈许 轻轻一跃便已着地 脚下踏着的是柔软细草 鼻中闻到的是青桌花香 明晴见观 鲜果全知 哪想得到 在这黑油油的洞穴之后 就会有这样一个洞间伏地 这时他已顾不到伤处疼痛 放开脚步向前提奔 直奔了两里有余 才遇一座高峰阻路 望远四望 但见翠谷四周高山环绕 似乎更古以来从未有人际到过 四面雪风插云 险峻陡峭 绝技无法攀人出路 张无忌满心欢喜 见草地上有七八头野山羊低头吃草 见了他也不经币 树上石鱼之猴耳跳跃湘西 看来虎豹之类猛兽身子笨重 不能欲险峰而至 他心道 老天爷带我果真不薄 安排下这等仙境 给我做葬身之地 缓步回到入口处 只听着朱长林在洞穴笔端大呼 小宗爹 你出来 在洞里不怕闷死吗 张无忌大声叫道 这里好玩得紧呢 在矮树上摘了几枚不知名的果子 拿在手里 已闻到一阵甜香 咬了一口更是鲜美绝伦 桃子无比爽脆 苹果无比香甜 而梨子则迅气三分还你 他把一枚果子置信动中去 叫道 接住 好吃的来了 果子穿过山洞 在山地上撞了几架 已砸得稀烂 朱长林连皮带合地咀嚼 越吃越是激活上升 叫道 小兄弟 再给我几个 张无忌叫道 你这人良心这么坏 饿死也是应该的 要是果子 自己来吧 朱长林道 我身子太大 穿不过山洞 张无忌笑道 你把身子切成两半 不就能过来了吗 朱长林料下 自己阴谋败露 张无忌定要是自己慢慢饿死 以报此仇 胸口伤处又疼得厉害 破口大骂 贼脚鬼 这洞里就有果子 难道能给你吃一辈子吗 我在外边饿死 你不过多活三天 左右也是饿死 张无忌不许理他 吃了七八枚果子 也就饱了 过了半天 突然一缕农烟 从洞口喷了进来 张无忌一张之下 随即醒悟 原来 朱长林在洞外点燃松枝 想以农烟熏自己出去 却乃之 这洞内别有天地 便是焚烧千淡万淡的松柴 也是无济于事 他想起好笑 假意大声咳嗽 朱长林道 小兄弟 快出来 我发誓绝不害你就是 张无忌大叫一声 阿 假装晕去 自行走开 他向西走了两米多 只见峭壁上 有一道大瀑布冲击而下 料想是雪融而成 阳光照射下 犹如一条大绿龙 即使壮丽 瀑布卸在一座 清澈碧绿的深潭之中 潭水 却不见满 当时另有泄水的去路 观赏了半赏 一击头 见手足上 染满了青苔乌泥 另有无数 给荆棘硬草 割破的血痕 于是走进坛边 除下鞋袜 身足到潭水中去洗涤 洗着一会儿 忽然 拖拉一声 坛中跳起 一尾大白鱼 足有一尺多长 张无忌忙伸手去抓 虽然碰到的鱼身 却一滑滑脱了 他俯身潭边 凝神瞧去 只见碧绿的水中 十几条大白鱼 来回游动 那捕鱼的本事 他在冰火岛上 自小就学会了的 于是 折了两条坚硬的树枝 一端到尖 在潭边静静等候 带着又有一尾大白鱼 游上水面 使劲急刺下去 震动鱼身 他欢呼大叫 以尖之 得开鱼肚 起去了鱼肠 再找些枯枝 从身边取出火刀 火石 火龙 生了个火 将鱼烤着起来 不久 枝香四溢 眼见已熟 入口滑嫩鲜美 似乎生平 从未吃过这般美味 片刻之间 将一条大鱼 吃得干干净净 四日午间 又去做了一尾 大白鱼烤食 心想 一时既不得变死 倒需留下火种 否则火龙用完了倒有点麻烦 于是围了个灰锥 将半然的柴草 藏在其中 以防熄灭 冰火岛上 一切用具 全须自制 这般在野地里 独自过活的日子 在他毫不稀奇 当下便捏土为盆 铺草座床 忙到傍晚 想起朱长林 饿得惨了 于是 沾了一大把鲜果 隔冻炙了过去 他声唱朱长林 惨若吃的鱼肉 力气大声 竟能冲过洞来 那个早了 是以烤鱼 却不给他吃 第四日上 他正在 弃一座土灶 呼听着 底下猴子的 吱吱惨叫声 甚至紧迫 他群声奔去 见山壁下一头小猴 摔在地上 后脚给一块石头 压住了 动弹不得 像是从陡峭的山壁上 失足掉了下来 他过去 捧开石块 将猴尔拉起 但那猴尔 右腿已然摔断 捧着吱吱吱叫 张无忌 折着两根枝条 作为甲板 替猴尔 续上腿骨 找些草药 嚼烂了 给他敷在山处 虽然 幽谷之中 南密合用的草药 索夫的 不惧灵孝 但凭着他的 接骨手段 撂得断骨 终能续上 那猴尔 居然也知 感恩图报 第二日 便摘了许多 鲜果送给他 十多天后 断骨果然好了 谷中日常无事 他便常与 那猴尔玩耍 若不是身上寒毒 时时发作 谷中日月 倒也逍遥快活 有时他见野山羊走过 动念想打来好时 但见山羊柔顺可爱 终究下不了手 好在野果谈鱼甚多 食物无缺 过了几日 在山沟里 捉到几只血鸡 更是大块朵鱼 如此过了一月有余 一天清晨 他物质酣睡未醒 呼启有只毛茸茸的大手 在脸上轻轻抚摸 他大吃一惊急忙跳起 只见一只白色大盐猴 蹲在身旁 手里抱着 那只天天跟他玩耍的小猴 那小猴吱吱咱咱叫个不停 指着大白鱼的肚符 张无忌闻到一阵腐臭之气 见白鱼肚上浓血模糊 生着一个大窗 便笑道 好好 原来你在病人乔大夫来着 大白鱼伸出左手 掌中戳着一枚拳头大小的攀桃 恭恭敬敬的城上 张无忌见着攀桃鲜红肥大 心讲 妈妈曾讲故事说 昆仑山有位女仙王母 每逢生日便设攀桃之宴 宴请群仙 其王母未必真有 但昆仑山出产大攀桃 想是不假 笑着接了 说道 我不收衣襟 便无尖桃 也跟你治疮 伸手到白鱼肚上 轻轻一浸 不经已惊 原来 那白鱼肤上的恶疮 不过寸许远近 可是触手坚硬之处 却大了十倍上 却不止 他在医术上 从未见 再有如此险恶的钉窗 倘若这坚硬处 竞树化农腐烂 只怕是不治之症了 他暗暗白人的脉搏 却无险象 当下 拨开原封上的长毛 再看那钉窗时 更是一惊 只见 镀幅上 方方正正的一块凸起 此边用针箭缝上 显示出于人少 猿猴虽然聪明 绝不可能会用针箭 但细查钉窗 只是那凸起之物作罪 压住血脉运行 以致腹肌腐烂 长久不欲 欲致此窗 非取出 缝在肚中之物不可 说到开刀智商 他跟胡锦牛 学的一手好摆制 原是轻而易举 只是手边既无刀剪 又无药物 那可就为难了 略于沉思 举起一块岩石 奋力置在另一块岩石之上 从碎石中 建了一片又风锐棱角的 慢慢割开 白原肚骨上 缝补过之处 那白原年纪已是极老 颇具灵性 直到张无忌给他治病 虽然附上剧痛 竟强行忍住 一动也不动 张无忌隔开 右边及上端的缝线 在斜角切开 早已连接的腹皮 只见他肚子中 藏着一个油布包裹 这一来更觉奇怪 这时不及拆拾包裹 将油布包放在一边 盲用将白原的腹肌缝好 手边没有针键 就在以鱼骨作针 在腹皮上刺下一个个小孔 再将树皮撕成细线 穿过小孔打结 勉强补好 在创口腹上草药 忙得半天 方式就去 白原虽然强壮 却也是躺在地下 动作不得了 张无忌洗去手上 和油布上的血迹 打开包来看时 已经原来是四本薄薄的新书 只因油布包的紧密 虽长期藏在原腹之中 书页仍然完好无损 书面上写着几个弯弯曲曲的文字 但一个也不识的 翻开来一看 四本书尽是这些怪文 但每一行之间 却以名头小海写满了中国文字 他定一定神 从头细看 文中所记 似是炼器运功的绝窍 慢慢诵读下去 突然心头一震 见到了三行被熟了的经文 正是太师傅和于二伯所授的 武当九阳宫 但下面的文字却又不同 他随手翻阅 过了几夜 便见到武当九阳宫的文句 但有时于太师傅 于于二伯所传 却又大有奇异 他心中突突乱跳 眼眷尽思 这到底是什么经书 为什么有武当九阳宫的文句 可是又与武当本门所传的不尽相同 而且经文更多的十分也不止 想到此处 邓时记得了太师傅带自己上少林四曲之时所说的故事 太师傅的师傅 绝远大师 学的九阳真经 原记之前背诵经文 太师傅 郭湘女侠 少林派 无色大师三人 各自记得一部分 因而武当 俄眉 少林三派 武功大进 数十年来分庭抗礼 明镇武林 难道 这便是 那不给人偷去了的九阳真经 不错 太师傅说 那九阳真经 是写在 棱田经的夹混之中 这些弯弯曲曲的文字 想必是 范文的棱田经了 可是 为什么在 原腹之中呢 这部经书 确然便是九阳真经 至于何以藏在 原腹之中 其实 世间已无一人知晓 原来 九十余年之前 萧香子和尹克西 从少林寺藏经阁中 到的这部经书 被绝远大师 直追到华山之间 眼看无法脱身 刚好身边有只苍原 两人心生遗迹 便割开苍原度父 将经书藏在其中 后来 绝远 张三丰 杨过等 搜索萧香子 尹克西二人身判 不见经书 便放他们带同苍原下山 九阳真经的下落 成为武林中 近百年来的大遗案 后来 萧香子和尹克西 带同苍原 远赴西域 两人心中各有所记 生发对方 牵齐城 金中武功 害死自己 互相牵制 迟迟不敢取出 原腹中的经书 最后来到 昆仑山的 精神风筝 尹萧二人 护施暗算 逗了个两败取伤 这部修习内功的 无上心法 从此留在 昌原腹中 萧香子的武功 本比尹克西 烧胜一筹 但因他在 华山绝顶 打了绝远大师一拳 因而反振之力 身受重伤 因之后来 与尹克西相斗时 反而先行必命 尹克西 临此时 遇见昆仑三圣 何足道 良心不安 请他赴少林寺 告知绝远大师 那部经书 是在这头 猿猴的腹中 但他说话之时 神志迷糊 口齿不清 他说 精在猴中 何足道 却听作什么 精在猶中 何足道 信守然诺 果然远赴中原 将这句 精在猶中的话 跟绝远大师说了 绝远无法领会 其中之意 顾不代言 反而惹起了 一场绝大的风波 武林中 从此多了武当 俄北两派 至于那头 苍原 却甚是幸运 在昆仑山中 取仙桃为石 得天地之灵气 过了九十余年 仍是纵跳如碑 尘身黑油油的长毛 也尽转靠白 变成了一头白猿 只是那部经书 藏在腹中 低度肠胃 不免时时度痛 肚上的钉窗 也时好时发 只是今日 方则张无忌 给他取出 就是白猿而言 时时去了 一个心腹大患 这一切取折原委 世上 便有比张无忌 聪明百倍之人 当然也是猜想不出 张无忌待了半晌 此时难以索解 也就无惧 费心多想了 取过白猿 索责那枚大喷桃 来咬了一口 感觉 一股千甜的汁水 缓缓流入咽喉 彼此古中那些不知名的鲜果 可说各善甚场 张无忌吃完攀桃 心想 太师父当年曾说 若我习的少林 武当俄眉三派的九阳神功 或能驱去体内的阴毒 这三派九阳神功 都脱胎于九阳真金 倘若这部经文 当真便是九阳真金 那么诏书修席 又远胜于 分学三派的神功呢 但是古中左右也无别事 我诏书修习便是 便算我猜错了 这部经书 其实毫无用处 甚而席之有害 最多也不过一词而已 他心无挂碍 便将三卷经书 放在一处干燥的所在 上面铺一干草 再压上三块大石 生怕猿猴顽皮 玩耍起来 你强我夺 说不定便将经书 撕得稀赖 手中只留下第一卷经书 先行诵读几遍 背得熟了 然后参究体会 自第一句提起 他心想 我便算真从心中习的神功 曲去阴读 但即被囚禁在 这四周抖风环罩的山谷之中 总是不能出去 有谷中岁月正常 今日炼成也好 明日炼成也好 都无分别 就算炼不成 总也是打发了无聊的日子 他存了这个 成故欣然败义可喜的念头 居然进展其速 只短短四个月时光 便已将第一卷经书上所在的功夫 尽数参详领悟 依法炼成 炼完第一卷经书后 趋势算来 胡锦牛预计他独发弊令之期早已过去 可是他身轻体健 但觉全身真气流动 全无病相 连以前时时发作的寒毒侵袭 也要时隔一月以上才偶有所改 而发作时也极轻微 不久便在第二卷的经文中读到一句 呼吸九阳 报名寒原 此书可明九阳真经 才知这果然便是太师傅所念念不忘的真经宝典 欣喜之余 参喜更勤 像是那白眼赶他致病之德 常采了大攀陶枪 那也是剑体补原之物 带得验到第二卷金书的一小半 体内阴毒已被去得无影无踪了 他每日出了练功 便是与猿头为戏 采摘到的果实 总是分一半给朱长林 倒也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可是朱长林 局处于小小的一块平台之上 当真是度日如年 一到冬季 遍山冰雪 寒风透骨 这份苦楚 更是难以形容 当无忌 练完第二卷金书 便已不畏寒暑 只是越练到后来 越是艰深奥妙 竟然也就越慢 第三卷 整整花了一年时光 最后一卷更练了三年多 方式功行圆满 他在这雪骨幽居 至此时已五年有余 从一个孩子 长成为身材高大的青年 最后一两年中 他有时兴之所致 也偶然于众猿猴攀原山壁 登高遥望 以他那时功力 若要渔风出谷 已非难事 但他想到世上人心的阴险狠诈 不由得不寒而栗 心想何必到外面去自寻烦恼 自投罗瓦 在这美丽的山谷中 直至老子 岂不甚好 这日午后 将四卷金书 从头至尾翻阅一遍 结果最后一夜之后 他心中又是欢喜 又是微微感到畅往 在山洞左臂 挖了个三尺来深的孔洞 将四卷九阳真经 以及胡七牛的一经 王难姑的读经 一起包在从白原腹中 取出来的油布之中 埋在洞内 天上的泥土 心想 我从白原腹中取的金书 那是极大的机缘 不知千百年后 是否又有人来 凑巧来到这里 得到这三部金书 使起一块尖石 在山壁上 划下六个大字 张无忌埋经处 他在练功之时 每日里心有专注 丝毫不觉寂寞 这一日大功告成 心头邓石反决空虚 简直神功继承 胆气邓壮 暗想 此时 朱伯伯便要再来害我 我也已无惧于他 不妨去跟他说说话 于是 弯腰向洞内钻去 他竟然是十五岁 身子上小出去已是二十岁 长大成人 却钻不过那狭窄的洞穴了 他细口气运起了缩骨弓 全身骨骼 急拢 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空隙缩小 轻轻翼翼的便钻了过去 朱长宁已在石壁上睡得正寒 梦见自己在家中大开宴席 肆意奔走 倾横驱奉 毫不威风快活 突然肩头有人拍了几下 已静而醒 睁开眼来 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面前 朱长宁月气深来 神志未曾十分清醒 叫道 你 你 张无忌微笑道 朱伯伯 是我 张无忌 朱长宁又惊又喜 又恼又恨 向他瞧了良久 猜道 你长得这般高了 呃 怎的一直不出来跟我说话 不论我如何求你 你总是不理 张无忌微笑道 我怕你给我苦头去 朱长宁右手熟出 施展琴拿手法 一把抓住了他肩头 立声客道 怎么今天却不怕了 突然间掌心炙热 不由自主的手臂一震 便松手放开 自己胸口物质隐隐身痛 吓得退开三步 呆呆地瞪着他 问道 你 你 这是什么功夫 张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之后 首次式勇 竟有如此威力 朱长宁是一流高手 但被他神功一阵之下 却不得不彻掌松脂 他眼见朱长宁 如此狼狈惊诧 心中自知得意 笑道 这功夫 还使得吗 朱长宁心神未定 又问 那 那是什么功夫 张无忌道 是九阳神功吧 朱长宁 吃了一惊 问道 你怎么练成的 张无忌也不隐瞒 便将如何替白元治命 如何从当腹中取的经书 如何依法参提 等情依依说了 这一番话 只把朱长宁听得又嫉妒 又是恼怒 心想 我在这绝缝之上 吃了五年多难以形容的苦头 你这小子 却练成了奥妙无比的神功 他也不想 只因自己处心积虑的害人 才落得了如此 又全部感激 对方给他采蘸了五年多果子 每日不断 才养活他 只知今日 但觉这小子过于幸运 自己却太过于倒霉 实在不公道之至 当下强忍怒气 笑音音的倒 那部九阳真经的 给我见着一下成不成 张无忌心讲 给你瞧瞧那有无防 难道你一时三刻便记得吗 便倒 我已埋在了洞中 明天拿过来给你看吧 朱长宁道 你长得这般高大 只能过那洞穴 张无忌道 那洞穴也不太窄 缩着身子用力一挤 便这么过来了 朱长宁道 你说我能挤过去吗 张无忌点头道 你而咱们一起试试 洞里地方很大 老是待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 确实不好受 他想自己运弓捏他肩膀 胸部臀部 各处骨骼 当可助他通过洞穴 朱长宁叫道 小兄弟 你真好 君子不念旧恶 中前我颇有对不起你之处 万望你多多原谅 说着 深深意义 张无忌急忙还你 说道 朱伯伯不必多礼 咱们迷儿一快想法离开此处 朱长宁大喜 问道 你说能离开这儿吗 张无忌道 人口既能进出 咱们也便能够了 朱长宁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出来 张无忌微微一笑 说道 从前我不想到外面去 只怕给人欺误 现在似乎不怕了 又想去瞧瞧我的太师傅 师伯师叔他们 朱长宁哈哈大笑 拍手道 很好很好 退后的两步 突然间声声一晃 哀哟一声 踏着的空 从悬崖旁摔了下去 他这一下乐器生悲 竟然由此变故 张无忌大吃以心 俯身到悬崖之外 叫道 朱伯伯你好吗 只听下面传来两下低微的声音 张无忌大喜 心想 幸好迷迟摔下去 但他已受了伤 听声音之声 相继不过树丈 凝神看时 原来悬崖下 刚巧生着一株松树 朱长宁的身子 横在树干之上 一动不动 张无忌瞧那形势 越下去 将它抱上悬崖 凭着此时功力 当不为难 于是吸一口气 看准了那根如手臂般 伸出的枝干 轻轻跃下 他足间离那枝干上个半尺 突然之间那枝干竟收得堕下 这一来 空中绝无半点借礼之处 然后是他变成了绝顶神功 但究竟人非非鸟 如何能再回上崖来 心念如电光般一闪 历时醒悟 原来朱长林又是坚毅害我 他板断了树枝 拿在手里 等我快要灼足之时 便松手抛下树枝 但这时明白已然迟了 身子笔直的剁了下去 朱长林在这方圆不过 数十丈的小小平台上 住了五年多 平台上的一草一木 一杀一石 无不烂熟于凶 他的黑暗中假装摔跌受伤 料顶上无几定要跃下相救 果然奸计得逞 将他骗得剁下万丈身功 朱长林哈哈打笑 心道 今日将这小子摔成一团肉泥 终于出了我心头这五年多来的恶气 拉着松柱旁的长腾 跃回悬崖 心想 我上次没能起过那个洞穴 竟是心急之下用力太满 以致挤断了肋骨 这小子身材比我高大得多 他既能过来 我自然也能过去 我许了九阳真经之后 从那边密入回家 日后练成神功 无敌于天下 岂不妙哉 哈哈 哈哈 他越想越得意 当即从洞穴中钻了进去 没爬到多远 便到了五年前折骨之处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小子比我高大 他能钻过 我当然更能钻过 想法原本不错 只是有一点 却没料到 张无忌已练成了九阳神功中的缩骨之法 他平心静气 在那狭窄的洞穴之中 一寸一寸的向前挨去 果然比五年前又多挨得上去 可是到了后来 不论他如何出力 再要向前半寸 也已绝不可能了 他知若再是蛮尽 又要重蹈五年前的覆辙 势必再挤断几根肋骨 于是定了定神 竭力呼出肺中存气 果然身子又缩小了两寸 再向才挨个三尺 可是肺中无气 越来越是质闷 只觉一颗心跳得如同打骨一般 挤欲晕去 之道不妙 只得先退出来再说 打之进去时 两族撑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之上 一路推进 出来时 却也无可借力 他进去时 双手过顶 以便缩小尖头的尺寸 这时 双手被四周岩石 束在头顶 伸展不开 半点力气也使不出来 心中却物资在想 这小子比我高大 他既能过去 我也必能够过去 为什么我会挤在这里 当真岂有此理 可是 世上却有不少岂有此理之事 这个文采武功 具真尚成 聪明机智 算得上是第一流人物的高手 从此便 嵌在这窄窄的山洞之中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出 张无忌 又中朱长林的奸绩 从悬崖上直坐下去 煞世间 自恨不已 张无忌啊 张无忌 你这小子 推煞无用 明知朱长林 奸诈无比 却一见面 便又上了他的恶当 该死 该死 他自骂该死 其实 却在奋力求生 体内 真剂流动 运营 向上纵运 想要将下座之事 稍微前缓 昨地时 便不至跌得粉身碎骨 可是人在半空 虚虚晃晃 时事身不由己 全无半分着力处 但觉 耳旁风声不绝 倾刻之间 双眼刺痛 地面上白血的感光 射进了目中 他知道 生死之灵 便寄予这一个关头 但见 障许之外 有个大血堆 这时 自也无暇分遍 到底是否雪地 还是一块白色岩石 当即在空中 连帆三个筋斗 向那血堆扑去 身形斜斜 画了道 不见 左足 已点上血堆 扑了一声 身子已陷入血堆之中 他苦练了 五年有余的九阳神功 便与此时发生威力 借着血堆中 所生的反弹之力 向上急踪 但从那万丈悬崖上 摔下来的 这股力道 何等灵力 直觉 腿上一阵巨痛 双腿腿骨 一起折断 他受伤 虽重 神志 确证清醒 但见柴草分飞 原来 这大血堆 是农家集柴的草堆 不禁暗叫 好险 好险 倘若 雪堆下 不是柴草 却是块大石头 我张无忌 便一命呜呼了 他双手使力 慢慢爬出柴堆 滚下雪地 再检视自己腿伤 吸一口气 伸手揭好了 折断了腿骨 心想 我躺着一动也不动 至少也得一个月 光能行走 可是那也没什么 只不计是以手带足 总不会在这里 活生生地饿死 又想 这柴草堆 明明是农家所及 附近必有人家 他本想纵身呼叫求援 但转眼一想 世上恶人太多 我足够躺在雪地中疗伤 那也罢了 若是叫了一个恶人来 反而糟糕 于是 安安静静地躺在雪地 近代 腿骨折断处慢慢愈合 如此躺了三天 肚中恶得咕噜咕噜直响 但他 直接骨之初 最是纵然不得 倘若断骨处稍有歪斜 一生变成蚝子 因此 始终应称 半分也不移动 当真饿得耐不住了 便抓起把血块冲击 这三天 心中只讲 从今以后 我在世上 务必步步小心 绝不可载上恶人的大 日后 岂能再如此幸运 终能大难不死 到了第四天晚间 他静静躺着用功 直觉心地空明 周身舒态 腿伤催重 所练的神功 却似又有进展 万籁皆寂之中 猛青的远处 出了几声犬吠之声 跟着犬吠声越来越近 显示有几头猛犬 在追逐什么野兽 张无忌吃了一惊 难道是 朱九珍 子子所养的恶犬吗 嗯 他那些猛犬 都已得 朱伯伯打死了 可是适个多年 他又会养起来啊 鸣木向雪地望去 只见有一人如飞奔来 身后塞着大犬狂吠追赶 那人嫌疑疲惫之旗 跌跌撞撞 奔起步便摔一跤 但害怕恶犬的利齿锐爪 还是拼命奔跑 张无忌想起数年前 自己身被群犬围攻之苦 不仅胸口热血上涌 他有心出手相救 苦于双腿断舌 行走不得 目的里 听着那人长声惨哭 摔倒在地 两头恶犬爬到他身上狠咬 张无忌怒叫 恶狗 倒这来 那三条大犬听着人声 如飞扑制 就到张无忌并非熟人 站定了狂犬几声 扑上来便摇 张无忌伸出手指 在每头猛犬的鼻子上一弹 三头恶犬 动式滚倒 立即毙命 他没想到 一弹指间 便轻轻易易地 杀必三拳 对着九阳神功的威力 不由得暗自心惊 但听那人 身影之声 即使微弱 便问 这位大哥 你给恶犬咬得很厉害吗 那人道 我 我 不成了 我 我 张无忌道 我双腿断了 没法行走 请你免疫爬过来 我瞧瞧你的伤口 那人道 是 是 气喘吁吁地 挣扎爬行 爬一段路 停一会儿 爬到离张无忌葬去处 啊的一声 浮在地下 再也不能动的 两人便是隔着这么远 一个不能过去 另一个不能过来 张无忌道 大哥 你伤在何处 那人道 我 胸口 肚子上 给恶狗咬破肚子 拉出了场子 张无忌大吃一惊 直到 肚破肠出 再也不能活命 问道 那些恶狗 为什么追你 那人道 我 夜里出来 赶野猪 别 别让他踩坏的庄稼 见了猪家大小姐 和 和一位公子爷 在树下说话 我不和 走进去瞧瞧 我 哎呦 大小一声 再也没声息了 他这番话 虽没说完 但张无忌 已猜出了 八九不离十 多半是朱九珍和魏璧 半夜出来私会 却让这香农撞见了 朱九珍便放恶犬咬死了他 正在气恼 只听着马蜜声响 有人连声呼哨 正是朱九珍在呼召勤犬 提身渐进 梁记马迟了过来 马上坐着一男一女 那女子突然叫道 咦 怎的平息将军他们都死了 说话的正是朱九珍 他所有的恶犬仍是各拥将军奉好 与以前无异 和他并继而来的正是魏帝 他纵身下马 祈祷 有两个人死在这里 张无忌暗暗打定了主意 他们若想过来害我 说不得我下手可不能容情了 朱九珍见那香农 肚破长流 死状可不 张无忌这衣服破烂已达极点 蓬头散发 满脸胡子 躺在地下全部动弹 想来也早给狗子咬死了 他急欲与魏帝谈情说爱 不愿在这里多索多留 说道 表哥 走吧 这两个泥腿子临死拼命 倒伤着我三名将军 拉转码头 便向鸡池去 魏帝见三劝其死 心中威绝苦怪 但见朱九珍 持马走远 不急细看 当即跃上马背 跟了下去 张无忌听到朱九珍的娇笑之声 远远传来 心下只感恼怒 五年多前 对他倾若天神 只要他小指头而指一指 就是要自己上刀山下油锅 也是毫无犹豫 但今晚重见 故事如何 他对自己的魅力 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无忌直到是修习九阳真心之故 又或 应发觉了他对自己的奸恶之故 他可不知世间少年男子 大都有过如此糊里糊涂的一段初恋 当时为了一个姑娘 废寝忘食 生死已知 可是这段热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日后头脑清醒 对自己旧日的沉迷 往往不禁为之哑然失笑 其实他肚中饿得咕咕直叫 只是想撕下一条狗腿来吃了 但唯恐朱九珍 与未必转眼重回 发觉他未死 又吃了他的大将军 定然又要行凶 自己断了双腿 未必抵挡得了 第二天早晨 一头雾鹰 见地下的死人死狗 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圈子 便飞下了着实 这鹰也是命中该死 好酸酸的死人死狗不吃 偏向张无忌脸上扑枪下来 张无忌一伸手 扭住雾鹰的头颈 唯一使劲便即捏死 祈祷 这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早饭 拔去鹰毛 撕下鹰腿便大嚼起来 虽是生肉 饿了三日 却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头雾鹰 没吃完 第二头又扑了下来 张无忌便以鹰肉冲击 躺在雪地之中养伤 静待腿骨愈合 节连树日 旷野中 竟一个人也没经过 他身半是三只死狗 一个死人 好在龙东圆寒 尸体不会腐臭 他就过惯了寂寞独居的日子 也不以为苦 这日下午 他运了一遍内功 眼见天上两头雾鹰 飞来飞去的盘旋 两久 两久 终是不敢下来 只见一头雾鹰向下俯冲 离他身子月磨三尺 便即转而上降 身把转折之间 极是美妙 他忽然心想 这一下转折 如能用在武功之中 奇迹敌人时 对方故事不易防备 即使一击不中 飘然远扬 敌人也极难还击 他所练的九阳真金 纯系内功与武学要制 攻防的招数 是半招都没有的 因此 当年绝远大师 自然练就一身神功 受到削枪子和和足道 攻击时却毛手毛脚 丝毫不会抵御 张三丰也要量过当面传授四招 才能和尹克希放对 张无忌从小便学过武功 根记远胜于绝远及张三丰幼识 但谢迅所传授他的 却尽是权术中的诀窍 并非一朝一世的实用法门 张无忌此时自已明白了义父的苦心 义父一身武功博大心身 倘若寻聚渐进的传授拆解 便教上二十年也未必教得完 眼见相继时之无多 只有教他牢牢记住 一切上乘武术的要诀 日后自行体会领悟 张无忌真正学过的拳术 只有父亲在木筏上 所教而拆解过的三十二世武当长拳 他知此后除了继续参齐九阳神功 更求精进之外 便是设法将以炼成的上车内功 融入谢迅所受的武术之中 因之每见飞花落地怪术称天 以及鸟兽之洞风云之变 往往便想到武功的招数上去 这时只看空中的雾鹰盘旋往复 多现几种姿态 正看得出神 忽听着远处有人在雪地上走来 脚步细碎似是个名字 张无忌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女子手提竹篮 快步走近 他看到雪地中的人诗犬诗 一的一声恶然停步 张无忌凝目看时 只见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钦差不群是个乡村贫女 面容又黑 脸上肌肤浮肿 凹凹凸凸 生得极是丑陋 只是一对毛子颇有神采 身材也是苗条天秀 他走近一步 见张无忌睁眼瞧着他 微微吃了一惊 道 你 你没死吗 张无忌道 好像没死 一个问得不通 一个答得有气 两人一想 都忍不住笑着起来 那少女吓道 你这不死 躺在这里 一动也不动地干什么 倒吓得我一跳 张无忌道 我从山上摔下来 把两条腿都跌断了 只好在这里躺着了 那少女问道 这人是你的同伴吗 怎么又有三条死狗 张无忌道 这三只狗饿得紧 咬死了这位大哥 可是自己也变成了死狗 那少女道 你躺在这儿怎么办 肚子饿吗 张无忌道 自然是饿的 可是我动不得 只好听天由命了 那少女微微一笑 从栏中取出两个麦饼来 递了给她 张无忌道 宗谢姑娘 接了过来 却不便吃 那少女道 你怕我的饼中有毒吗 干嘛不吃 张无忌 于这五年多十日之中 这偶尔和朱长宁 隔着山洞对答几句 也是绝无异味 此外 从未得有机缘和人说上一言半语 这时见那少女容貌虽丑 说话却甚风趣 心中欢喜 见到 是姑娘给我的饼子 我舍不得吃 这句话 已有几分调笑的意思 她向来成后 说话从来不油腔滑掉 但在这少女面前 心中轻松自在 这句话 不知不觉的 便冲口而出 那少女听了 脸上呼泻怒似 哼了一声 张无忌心下大悔 马拿起饼子便掉 只因吃得慌张 竟梗在喉头咳嗽起来 那少女转怒为喜 说道 谢天谢地 呛死了你 你这个丑八怪不是好人 难怪老天爷要罚你啊 怎么谁不摔断狗腿 天生是你摔断了呢 张无忌心想 我这五年多 不羞发剃面 自是个丑八怪 可是你也不见得 没到哪里去 咱们半斤八两 大哥别说二哥 但这番话 却无论如何 不敢出口了 一本正经的道 我已在这里 躺了九天 好容易见到姑娘经过 你又给我饼吃 真是多谢了 那少女泯嘴吓道 我问你啊 怎的谁都不摔断狗腿 偏生是你摔断 你不回答了 我就把饼子抢回去 张无忌 见他这么浅浅一笑 眼睛中流露出 极是剿绝的神色来 心中不禁一震 他这眼光可多么像妈 妈林去世时 欺骗了少林寺的老和尚 眼中就是这么一副神气 想到这里 忍不住热泪盈晃 跟着眼泪便流了下来 那少女呸了一声 道 我不抢你这饼子就是了 也用不着哭 原来是个没用的傻瓜 张无忌倒 我又不稀罕你的饼子 只是我自己想起了一件心事 那少女本已转身走出两步 听着这句话转过头来 说道 什么心事 你这傻头傻脑的家伙 也会有心事吗 张无忌叹了口气 道 我想起了妈妈 我去世的妈妈 那少女扑斥一笑 道 以前你妈妈常给你饼吃是不是 张无忌道 我妈以前常给我饼吃的 不过 我所以想起她 因为你笑的时候很像我妈 那少女怒道 死鬼 我很老了吗 老得像你妈了 说着 从地下拾起一根柴枝 在张无忌身上出了两下 张无忌要夺下她手中柴枝 这是容易 再想 她不知我妈年轻貌美 直到是跟我一样的丑八怪 也难怪她发怒 由着她打了两下 说道 我妈去世的时候 相貌是很好看的 那少女反着脸道 你取笑我生个丑 你不想活了 我拉你的腿 说着 弯下腰去 做事要拉她的腿 张无忌吃了一惊 自己腿上 断骨刚开始议和 给她一拉 那便全功尽弃 忙抓起一团血 只要那少女的双手 碰到自己腿上 立时便打她眉心穴道 叫她当场昏晕 幸好 那少女只是吓她一下 见她神色大便 说道 瞧你吓成这不样子 谁叫你取笑我了 张无忌道 我若存心取笑姑娘 叫我这双腿好了之后 再结断三次 永远好不了 终生坐着脖子 那少女嬉嬉一笑 道 那是罢了 在她身旁地下坐倒 说道 你妈其实是个美人 怎能拿我来比她 难道我也好看吗 张无忌一歹 道 我也说不上什么缘故 只觉得你有些像我妈 你虽没我妈好看 可是我喜欢看你 那少女弯过中指 用指节轻轻在她额头上 敲了两下 笑道 乖儿子 那你像我妈吧 说了这两句话 邓时觉得不雅 摁住了口 转过头去 可是仍旧忍不住 笑出身来 张无忌朝她这副神情 依稀记得 在冰火岛上之时 妈妈跟爸爸说笑 豁脱也是这副模样 煞十天 只觉这丑女 清雅辅媚 风质炎然 一点也不丑了 真正的望着她 不由地吃了 那少女回过头来 见到她这副呆相 笑道 你为什么喜欢看我 且说来听听 张无忌待了半嗓 摇了摇头 道 我说不上来 我只觉得瞧着你时 心中很舒服 很平安 你只会带我好 不会欺负我 害我 那少女笑道 哈 你全想错了 我生平最喜欢害人 突然提起手中柴枝 在她断腿上敲了两下 跳起身来便走 这两下 正好敲在她断骨的伤处 张无忌出其不意 大声呼通 哎哟 只听那少女咯咯嘻笑 回过头来 伴了个鬼脸 张无忌 眼望着她渐渐远去 断骨处 疼痛难熬 心道 原来女子都是害人精 美丽的会害人 难看的也一样叫我吃苦 这一晚睡梦之中 她几次梦见了少女 又几次梦见母亲 又有几次 竟分不清到底是母亲 还是那少女 她瞧不清 梦中的人脸庞 是美丽还是丑陋 只是见到那成绰的眼睛 又脚快 又妩媚地望着自己 她梦到儿时的往事 母亲也常常捉弄她 故意伸足伴她爹一脚 等到她摔痛地哭僵起来 母亲又抱着她不住亲吻 不住说 怪儿子别哭 妈妈疼你 她突然行转 脑海中猛地里出现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遗团 妈妈为什么这般喜欢让人受苦 义父的眼睛是她打下的 于三伯是伤在她手下 以致残废的 临岸府龙门标局全家是她杀的 妈到底是好人呢 还是坏人 望着天空中不住眨眼的星星 过了两久两久 叹了一口气 说道 不管她是好人坏人 她是我妈妈 心中想着 要是妈妈还活在世上 我真不知有多爱她 她一想到了那个村女 真不明白 她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来打自己断腿 我一表也没得罪她 为什么要疼得大叫 她才高兴 难道她真的喜欢害人 很想她再来 但又怕她再想什么法而加害自己 摸到身边那块吃了一半的饼子 讲起那村女说话的神情 你妈既是个美人 怎能拿我来比她 难道我也好看吗 忍不住自言自语 你好看 我喜欢看你 这般胡思乱想的躺了两个日 那村女并没再来 张无忌心想 她是永远不会来了 哪知到第三天下午 那村女挽着竹篮 从山坡后转了出来 笑道 丑八怪 你还没饿死吗 张无忌笑道 饿死了一大半 剩下一小半还活着 那少女笑嘻嘻地坐在她身旁 忽然身足在她断腿上踢了一脚 问道 这一半是死的还是活的 张无忌大笑 哎呦 你这人怎么这般没良心 那少女道 什么没良心 你带我有什么行 张无忌一声道 你大甜甜打得我好痛 可是我没恨你 这两天来 我常常在想你 那少女脸上一红 被要发怒 可是强行忍住了 说道 谁要你这丑八怪想 你想我多半没好事 定是肚子里骂我又丑又饿 张无忌道 你并不丑 可是为什么定要害得人家吃苦 你才喜欢 那少女咯咯叫道 别人不苦 怎显得出我心中欢喜 他见张无忌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 又见他手中拿着吃剩的半块饼子 相隔三天 居然还没吃完 说道 这块饼一直留到这时候 味道不好吗 张无忌笑道 是姑娘给我的饼子 我舍不得吃 他在三天前说这句话时 有一半异存调笑 但这时 却说得甚是诚恳 那少女知他所言非虚 威绝害羞 道 我带着新鲜的饼子来了 说着 从栏中 取了许多食物出来 饼子之外 又有一只烧鸡 一条烤羊腿 张无忌大喜 这些天中 尽吃生鹰肉 血淋淋的 又腥又润 这鸡烧得香喷喷的 拿着还有些烫手 入口真是美味无穷 那少女 见他吃得香甜 笑一惊地抱膝坐着 说道 丑八怪 你吃得开心 我 瞧着倒也好玩 我对你似乎有点不同 用不着害你 也能向我欢喜 张无忌道 人家高兴 你也高兴 那才是真高兴啊 那少女冷笑道 哼 我跟你说在前头 这时候我心里高兴 就会来害你 哪一天心中不高兴了 说不定会整治的 你死不了 活不成 那时候 你可别怪我 张无忌摇头道 我从小 这坏人整治到大 越是整治 越是硬朗 那少女冷笑道 别把话说得满了 咱们走着瞧吧 张无忌道 在我腿上好了 我便走得远远的 你就是想折磨我 害我 也找不到我了 那少女道 那么 我先敢断你的腿 让你一辈子不能离开我 张无忌听到他冷冰冰的声音 不留着打了个寒金 相信他说得出 做得到 这两句话绝非随口说出而已 那少女向他凝视半嗓 看了口气 忽然脸色一变 说道 你配吧 丑八怪 你也配给我斩断你的狗腿 悟得站起身来 抢过他还没吃完的烧鸡羊腿面饼 远远至着出去 一口口唾沫 向他脸上吐去 张无忌 睁睁地瞧着他 只觉他并非发怒 也不是轻见自己 却是满脸凄惨之色 显示心中说不出的难受 他有心想劝慰几句 一时之间 却想不出适当的言辞 那村女见他这般神气 突然住口 喝道 丑八怪 你心里在想什么 张无忌道 姑娘 你为什么这般不高兴 说给我听听 成不成 那少女 听他如此温柔的说话 再也无法矜持 墓地里坐倒在他身旁 手抱着头 呜呜叶叶的哭了起来 张无忌见他 尖头起伏 千腰如风 楚楚可怜 低声道 姑娘 是谁欺负了你 等我腿上好了之后 我去给你出气 那少女一时止不住哭 过了一会儿才道 没人欺负我 是我生来命苦 我自己又不好 心里想着一个人 总是放他不下 张无忌点点头道 是个年轻男子是不是 他待你很凶狠吧 那少女道 不错 他生得很英俊 可是骄傲得很 我要他跟着我去 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他不肯 那也罢了 哪知还骂我 打我 将我咬在身上 鲜血淋漓 张无忌怒道 这人如此蛮横无礼 姑娘以后 再也别理他了 那少女流泪道 可 可是我心里总放不下 他远远避开我 我到处找他不着 张无忌心想 这些男女间的情爱之事 实是勉强不得 这位姑娘容貌虽然差些 但显示个至性至情之人 她脾气有点古怪 那也是为了心下伤痛 失忆过甚的缘故 想不到那男子对她竟是如此心狠 柔声道 姑娘 你不用难过了 天下好男子有的事 又何必牵挂这个没良心的恶汉 那少女叹了口长气 眼望远处 呆呆出神 张无忌 知她终是忘不了意中的情能 说道 那男子不过骂你打你 可是我所遭之惨 就有圣女姑娘十倍了 那少女道 怎么了 你受了一个美丽姑娘的骗吗 张无忌道 本来她也不是有意骗我 只是我自己带头带脑 见她生的美丽 就呆呆地看她 其实 我又怎配得上她 我心中 也从来没存什么妄想 但她和她爹爹 暗中却摆下了毒气 害得我残不可言 说着 拉起衣袖 指着肩膀上的 累累伤痕 道 这些牙齿印 都是她所养的恶狗咬的 那少女 见到这许多伤疤 勃然大怒 说道 是朱九珍 这贱丫头 害你的吗 张无忌 祈祷 您怎知道 那少女道 这贱丫头 爱养恶犬 这方圆 数百里地之内 人人皆知 张无忌 点点头 淡然道 是朱九珍姑娘 但这些 伤早好了 我早已不痛了 幸好性命还活着 也不必再恨她了 那少女向她凝视半赏 但见她脸上神色平淡冲合 闲适自在 心中颇有些奇怪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到这儿来 张无忌心想 我自到中土 人人历时 向我打听义父的下落 威逼 诱骗 无所不用其极 以致我吃尽了不少苦头 从今以后 张无忌这人 算是死了 世上再没有人知道 金毛狮王谢俊的所在了 就算日后 再遇上比朱长宁 更厉害十倍之人 也不怕落入她的圈套 以致无意中害得我义父 于是说道 我叫阿牛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 姓什么 张无忌道 我说姓张 姓殷 姓谢都不好 张和殷两个字的切音是曾 便说 我 我姓曾 姑娘归姓 那少女身子一阵 道 我没姓 隔着片刻 缓缓地道 我亲生爹爹 不要我 见到我就会杀我 我怎能姓爹爹的姓 我妈妈是我害死的 我也不能姓她的姓 我生的丑 你叫我丑姑娘便是 张无忌惊道 你 你害死了你妈妈 那怎么会 那少女叹了口气 说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亲生的妈妈 是我爹爹原配 一直没生儿养女 爹爹便起了二娘 二娘生了我两个哥哥 爹爹就很宠爱她 妈后来生了我 偏生又是个女儿 二娘试着爹爹宠爱 我妈常受她的欺压 我两个哥哥又厉害得很 帮着他们亲娘欺负我妈 我妈只有偷偷哭泣 你说我怎么办呢 张无忌道 你爹爹该当秉公调楚才是啊 那少女道 就因我爹爹一味袒护二娘 我才气不过了 一刀杀了我那二娘 张无忌啊的一声大事惊讶 他向武林中人斗殴杀人 远远寻常 可是连这个村女 居然也动刀子杀人 却泼出意料之外 那少女道 我妈见我闯下了大祸 护着我立刻逃走 但我两个哥哥跟着追来 说要捉我回去 我妈阻拦不了 为了救我 便抹脖子自尽了 你说 我妈的性命不是我害的吗 我爸爸见到我 不是非杀我不可吗 他说着 这件事实深调平淡 丝毫不见激动 张无忌却听着心中 砰砰乱跳 自存 我虽然不信 父母双亡 可是我爹爹妈妈 生时何等恩爱 对我多么怜惜 比起这位姑娘的遭遇 我却有幸运万倍了 想到这里 对那少女同情之心更甚 柔声道 你离家很久了吧 这些时候 便独个儿在外边 那少女点点头 张无忌又问 你想到哪里去 那少女道 我也不知道 世界很大 东面走走 西面走走 只要不碰到我爹爹和哥哥 也没什么 张无忌心中 突兴同病相怜之感 说道 等我腿好之后 我陪你去找那位 那位大哥 问他到底对您怎样 那少女道 倘若他又来打我摇我呢 张无忌昂然道 哼 他敢碰你一根寒毛 我绝技不和他甘休 那少女道 要是他对我不理不睬 话也不肯说一句呢 张无忌哑口无言 心想自己武功再强 也不能硬咬一个男子 来爱他心所不喜的女子 带了半赏 道 我敬你而为 那少女突然哈哈大笑 前两后合 自是听到了最可笑不过的笑话 张无忌道 什么好笑 那少女道 臭八怪 你是什么东西 人家会来听你的话吗 再说 我到处找他不见踪影 也不知 这会儿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你尽力而为 你有什么本事 哈哈 张无忌一句话 本已到了口边 给他这么一笑 瞪着张国的脸 说不出口 那少女 见他念念如如 便停着笑 问道 你要说什么 张无忌道 你笑我 我并不说了 那少女冷冷的道 哼 笑也笑过了 最多不过是再给我笑一场 还会笑死人吗 张无忌大声道 我对你是一片好心 你不该如此笑我 那少女道 我问你 你本来要跟我说什么话 张无忌道 你孤苦伶仃 无家可归 我跟你也是一般 我爹爹妈妈都死了 也没兄弟姊妹 我本想跟你说 那个恶人若是仍然不理你 咱们不妨一块做个伴 我也可陪着你说话解闷 但你既说我不配 我自然不敢说了 那少女怒道 你当然不配 那恶人比你好看一百倍 聪明一百倍 我在这儿跟你歪缠 竟说些废话 真是倒霉 说着将吊在雪地中的羊腿烧鸡 一阵乱踢 眼面急奔而去 受了这么一顿好没来由的排宣 张无忌却不生气 信道 这姑娘真是可怜 她心中挺不好过 远远难怪 忽见那少女又奔回来 恶狠狠地倒 丑八怪 你心里一定不服气 说我相貌这般丑陋 居然还瞧你不起是不是 张无忌摇手道 不是的 你相貌不很好看 我才跟你一见头缘 他若你没变丑 仍然从前那样 那少女突然惊呼 你 你怎知 我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张无忌道 今日你的脸 比上次 我见到你是 又肿得厉害了些 皮色也黑了些 那不会生来变这样的 那少女惊道 我 我这几天不敢照镜子 你说我是越来越难看了 张无忌柔声道 一个人只要心地好 相貌美丑有何干净 我妈妈跟我说 越是美貌的女子 良心越坏 越会骗人 叫我要加一小心机房 那少女哪有心思 去理她妈妈说过什么话 提到 我问你啊 你上次见我时 我还没变得这般丑怪 是不是 张无忌知道 倘若答应了一个世子 她必伤心难受 只是睁睁地望着她 心中充满了同情怜悯 那少女 见到她脸上神色 早料到 她所要回答的是什么话 眼面哭道 臭八怪 我恨你 我恨你 狂奔而去 这一次 却不再回转了 张无忌又躺了两天 晚上有头野狼 边爬边袖 走进深门 张无忌一拳 便将狼打死了 这狼逆食不得 反而做了她肚中的食料 过了数日 她腿伤已愈合大半 大约再过的是哪天 便可起立行走 心想 那村女这一去之后 从此不会再来 只可即便名字也没问她 又想 她脸上容资 何以会越变越丑 这事倒令人猜想不错 想的半日难以明白 也就不再去想 迷迷糊糊的便睡着了 睡到半夜 睡梦中呼听的 远处有几人踏梭而来 她立时便惊醒了 当下坐起身来 向脚步伸来处望去 这晚上心悦如梅 淡淡月光之下 见共有七人走来 当前一人身形婀娜 似乎便是她村民 但那七人渐渐行进 这人果然是那容貌丑陋的少女 可是她身后的六人 却散成善行 似是帮她逃走 张无忌微觉惊讶 惊到 难道她被爹爹和哥哥们拿住了 她转念未定 那少女和她身后六人 已然走近 张无忌一看之下 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原来那六人她无衣不识 左边是五星英 五烈未必 右边是何彩冲 班淑贤夫妇 最后边是个中年女子 面目依稀相识 却是峨梅泰的英敏君 张无忌大齐 她怎么跟这一人都相识 难道她也是五云中人 识破了我本来面目 便引他们来拿我 逼问我义父的下落 想到此处 心下更无怀疑 不幸气恼之急 我和你无怨无仇 你却也来加害于我 寻思 眼下我双足不能动态 这六人每一个是弱者 说不定这村女的武功也强 我姑且屈服敷衍 答应他们去找我义父 带着双腿养好了伤 再给他们一个个算账 若在五年之前 她只是将性命豁出去不要而已 任由对方如何加行威逼 总是咬紧牙关不说 但此时一来年纪大了 心智已开 二来 练成九阳真经后 神清心静 遇到危难 能沉着应付 虽然强敌当前 却也丝毫不敢畏惧 只是没想到那村女 居然也出卖自己 愤慨之中 不自禁的有些伤心 昨天躺在地下 取壁坐枕 不去理会这七人 那村女走到她身前 向着她 静静瞧了半嗓 隔了两久 慢慢转过身去 张无忌听到她叹息一声 声音极轻 却充满了哀伤之意 她心下冷笑 你心中打的 不知是什么恶毒主义 却又何必假心心的 可怜起我来 只见未必将手中 长进一百 冷笑道 你说临死之前 定要去和一个人 见上一眼 我倒必是这个 貌如攀岸的英俊少年 却原来是 这么一个丑八怪 好笑啊好笑 这人和你果然是 天生一双 地生一对 那村女毫不生气 只淡淡地道 不错 我临死之前 要来再瞧她一眼 因为我要明明白白地 问她一句话 我听了之后 方能死得瞑目 张无忌大提 全部明白两人的话 是何意思 直听那村女道 我有一句话问你 你须得老老实实回答 张无忌道 是我自己的事 最可明白相告 是旁人的事 可没这么容易就说 要想 那村女要问谢迅的所在 她也打好了 主意跟他们敷衍 是以没把言举 说的决绝了 似乎颇有商量的余地 那村女道 旁人的事 要我操什么心 我问你 那一天 你跟我说 咱俩人都孤苦伶仃 无家可归 你愿意跟我作伴 你这句话 却是出于真心吗 张无忌一听 大出意料之外 当即作喜 只见她眼光中 又露出那哀伤的神色 便道 我自是真心的 那村女道 你当真不嫌我容貌丑陋 愿你和我一辈子厮守 张无忌一争 这一辈子厮守五个字 她心中可从来没想到过 但见到她这般 欺然欲弃的神情 心中大肝不忍 便道 什么丑不丑 美不美 我半点也不放在心上 你如要我陪你说小谈心 只要你不嫌弃 我自然也喜欢 但你如果骗我说 那村女颤声问道 那么你是愿意娶我为妻了 张无忌身子一震 半嗓说不出话来 难难道 我 我没想过娶妻子 何太冲等六人 同时哈哈打笑 魏帝笑道 连这么一个丑八怪的香巴佬 也不要你 我们便不杀你 你活在世上有什么味儿 还不如就在石头上撞死了吧 听着六人的 欺笑和魏帝的说话 更是便知 那村女和这六人并非一路 以及魏帝等人 历时便要杀她 想到那村女并非引人来加害自己 心中感到一阵温暖 只见她低下了头 泪水一滴滴的流了下来 显示心中悲伤无比 知不知是为了命在清客 是为了容貌丑陋 还是为了魏帝 那历刃般的讽刺鸡巢 她心中大动 想起自己父母双亡之后 颠沛流离 不知受了人家的多少欺误 这村女盈盈弱智 年纪比自己小 甚至比自己更加不幸 这时候 不知何以巴巴的来问这句话 连可令她伤心落泪 受人折辱 又何况她这份香味 自是诚心为深 我一生之中 除了父母 义父 以及太师父 更为师伯书 有谁是这般真心的关怀过我 我日后好好带她 她也好好带我 两个人相依为命 有什么不好 眼见她身的颤抖 便要走开 当即伸出手 握住了她右手 大声道 姑娘 我诚心诚意 愿娶你为妻 只盼你别说我不配 那少女听了这话 眼中瞪时射出极明亮的光彩 滴滴着道 阿牛哥哥 你这话不是骗我吗 张无忌道 我自然不骗你 从今而后 我会尽力爱护你 照顾你 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 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误你 我宁可自己信你不要 也要保护你周全 我要让你平安喜乐 忘了从前的种种苦楚 那村女坐下地来 倚在她身旁 又握住了她另一只手 柔声道 你看这般待我 我真是快活 闭上了双眼 说道 你再说一遍给我听 我要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 你说呀 你要怎样待我 张无忌见她欢喜之极 自也欣慰 握着她一双小手 只觉柔腻滑嫩 温暖如眠 说道 我要让你平安喜乐 忘了从前的苦楚 不论有多少人欺误你 跟你为难 我宁可自己信你不要 也要保护你周全 那村女 脸露甜笑 靠在她胸前 柔声道 从前 我叫你跟着我去 你非但不肯 还打我 骂我 咬我 现在你跟我这般说 我真是欢喜 张无忌听了这几句话 心中邓是凉了 原来是村女 闭着眼睛 听自己说话 却把她幻想做 她心目中的情郎 那村女 只觉她身子一颤 睁开眼来 直向她瞧了一眼 她脸上 神策邓时便变了 显得又失望 又气愤 但随即带上几分歉疚和柔情 她定了神 说道 阿牛哥哥 你愿娶我为妻 似我这般丑陋的女子 你居然不加嫌弃 我很是感激 可是早在几年之前 我的心早就属于旁人了 那时候 她尚且不踩我 这时见我如此 更加连眼角也不会扫我一眼 这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呀 她虽骂卖人 为狠心短命的小鬼 可是骂声之中 仍是充满不声眷恋 低怀之情 古清清冷冷地道 她肯娶你为妻子 情话也说完了 可以起来了吧 那村女 慢慢站起身来 对张无祈祷 阿牛哥哥 我快死了 就是不死 我也绝不能嫁你 但是我很喜欢 听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你别恼我 有空的时候 便想我一会儿 这几句话 说得很温柔 很甜蜜 张无祈忍不住心中一酸 只听着班淑贤 嘶哑着嗓子道 我们以如你所愿 让你跟这人见面一次 你也当言而有信 将那人的下落说了出来 那村女道 好 我知道那人 曾经藏在她的家里 说着 伸手向武猎一指 武猎脸色微变 哼了一声 喝道 瞎说霸道 未必怒道 快老老实实说出来 你杀我表妹 到底受了何人指使 张无祈这一心 当真非同小可 看声道 杀了猪 朱九真姑娘 未必瞪了她一眼 恶狠狠地道 你也知道朱九真姑娘 张无祈祷 雪岭双树大名鼎鼎 谁没听见过 古青鹰嘴角边掠过一丝笑意 向那村女大声道 喂 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那村女道 指使 我来杀朱长宁的 是昆文派何太冲夫妇 俄梅派的灭绝师太 武猎大鹤 你妄想挑拨离间 又有何用 呼的一掌 向那村女拍去 她这一刻 威风凛凛 掌随生出 掌溢 只急着地下雪花碑舞 那村女 闪身避过 身把 甚是奇患 张无祈心下一片混乱 她 她当真是武林中人 她去杀了朱九珍 那自是为了我 我说 受着朱姑娘的骗 被她所养的恶犬 咬得遍地鳞伤 我可 能要她去杀人呢 我只到 她因为相貌变丑 家世变故 以致脾气古怪 哪知 竟是动不动便杀人 魏毕和五青鹰 各持常见左右夹击 那村女 东闪西窜 尽职 避开武猎雄魂的掌力 突然间 先腰一扭 转到了五青鹰身侧 啪的一声 打了她一句耳光 左手探触 已抢过了她手中长剑 武猎和魏毕大发 双双来救 那村女 长剑颤动 叫声 早 一在五青鹰的脸上 画了一条血痕 五青鹰一声惊呼 向后便倒 其实 她受伤甚轻 但她 爱惜容貌 只觉脸上刺痛 便以心惊胆战 武猎左手 挥掌下了村女 按去 那村女 斜身闪避 叮当一响 手中长剑 和魏毕的长剑 相交 就在此时 魏毕右手 十指颤动 已减重了 她左腿外侧的 幅度风势养学 那村女 轻哼一声 力足不定 倒在了张无忌身上 但觉全身 暖洋洋的 半点力气 也使不出来 便是想抬一根手指 也挽似有天经之重 武猎鹰 举起长剑 狠狠地道 丑丫头 我却不让你 痛痛快快地死 只斩断你两手 两腿 让你在这里喂狼 窥欠 便向那村女的 右臂砍落 武猎早 且慢 伸手在女儿手腕上一带 将她这一剑引开了 对那村女道 你说出 指使你的人来 便给你一个痛快的 否则的话 我瞧你断了四肢 在雪地里滚来滚去 也不大好受吧 那村女微笑道 你既定要我说 我也无法再瞒 朱九珍姑娘 要嫁给一个男子 另外一个美貌姑娘 也要嫁这个人 那个美貌姑娘 便给了我五百两银子 要我去杀了朱九珍 这件事我本要严守秘密 他还在说下去 五青鹰 以气得花容失色 手腕直纵 挺剑 往那村女 心窝刺去 那村女 剑貌变色 早猜到了五青鹰 和未必 朱九珍三人之间 尴尬情形 他如此激怒五青鹰 正是要她爽爽快快的 将自己一剑刺死 但见千光闪动 常见一道心口 突然之间 一物无声无息的飞来 在剑上一撞 呼着一声响 长剑飞了出去 直飞出十余帐外 方才落地 这暗中 谁也没看清楚 五青鹰的兵刃如何脱手 但这剑 以如此劲道飞出 便是要她自己用力投掷 也绝技无法做到 显然 那村女 已到了墙园 六人一惊之下 都退了几步 回头查看 四下里地势开阔 并无三十丛林可以藏身 一远望出去 半个人影也无 六人面面相许 惊离不定 五烈低声问道 星儿 怎么了 五青鹰道 似乎是什么极厉害的暗器 将我的剑正飞了 五烈 游目四顾 确实不见有人 哼了一声 道 便是这鬼丫头弄鬼 心中暗暗奇怪 她明明已中的我的一阳指 怎的尚能有能力 正非轻而成见 这丫头的武功当真学门 踏步上前 徐长往那村女左肩拍去 这一掌 运进雄猛 要拍碎她的肩骨 使她武功全尸 再由女儿来称心百嫩 眼看 那村女便要肩骨粉碎 目的地 她左掌翻将上来 双掌相交 武猎胸口一热 但觉对方的掌力 由此狂风怒潮般勇至 实事事不可当 她的一声大叫 身子已然飞起 碰了一响 摔了出去 总算她武功了得 背脊一着地 立即跃起 但胸腹间热血翻涌 头昏眼花 身子刚站直 带雨调云起息 晃了一晃 终于又俯身跌倒 未必和武猩鹰大惊 急忙 抢上扶起 胡猩等 何才冲道 让她躲躺一会 武猩鹰回过头来 怒道 你说什么 心家 爹爹受了敌人暗算 你却幸灾乐祸 反来击朝 何才冲道 气血翻涌 静卧从容 未必邓时醒悟 道 是 轻轻将师父放回地下 何太冲和班淑贤 对望的一眼 大为诧异 他们都和那村女动过手 觉得她招数精妙 果有过人之处 然内力却是贫贫 可是视材和武猎对这一掌 明明是以 事所含有的内功将她震倒 尾时令人大惑不解 那村女心中 却更是诧异万分 她被武猎点倒后 倒在张无忌怀中冻残不得 眼看武猎鹰挥剑次来 突然飞来一物 震开长剑 跟着忽有一股火炭般的热气 透入自己两腿 在浮吐和风势两穴上一冲 等时将背风的穴道解开了 她全身一震 低头看着 只见张无忌双手握住自己两脚足踝 热气源源不断地 从玄中穴中涌入体内 这当而变化极快 未及细思 武猎的一掌已拍下来 她随手抵御 本是拼着手腕折断 剩余坚固被她拍的粉碎 那只双掌相交之下 武猎竟着自己一掌 击出胀气 她一恶之下 心道 难道这丑八怪香巴佬 竟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大高手 何太通心存忌憚 无愿和她比拼掌力 把剑出窍 说道 我领教领教姑娘的剑法 那村女笑道 我没剑呢 魏必早 好 我接给你 提起长剑 剑尖对准那村女胸口 用力制出 那村女伸手一抄 揭在手里 笑道 你武功太差 刺我不死 何太通是一派掌门 不肯占小辈的便宜 说道 你尽招吧 我让你三招再还手 那村女常见此出 进取中宫 何太通怒哼一声 逼身道 小辈无敌 举剑便崩 却听着喀啦一响 双剑一骑阵断 何太通脸色大便 身形恍处 以致退开半仗 那村女暗叫 可惜可惜 原来张无奇 将九阳神功传到她体内 但她不会发挥神功的威力 结果双剑齐断 若能运力功敌 那么折断的只是对方兵人 她手中长剑 却可完好无恙 班淑贤大骑 逼身道 怎么了 何太通手臂雾字酸麻 苦笑道 邪门 班淑贤拔出成剑 含着脸道 我再顶叫 那村女双手一攀 亦是无剑可用 班淑贤指着吊在十余杖之外 五星鹰的那把长剑 喝道 去前来时 那村女不敢离开张无奇之手 只得扬扬手中半截断剑 笑道 就是这把断剑也可以了 班淑贤大怒 心道 此丫头如此拖大 轻视于我 她却不适合太充满 要处处保持前辈高人身份 长剑回处 急似那村女的头颈 那村女举断剑挡架 班淑贤剑法清零之急 早已改削她的左肩 那村女满翻剑相护 班淑贤又挟刺她右鞋 接连八剑 视若飘风 始终不与那村女的断剑相碰 只是发挥自己剑法所长 不令对方又施展内力之机 那村女左肢右处 等时蝶欲凶剑 她的剑法本来就远不起班淑贤 再加上手中只有半截断剑 双足又不敢移动 变成了只手不攻 又拆树招 班淑贤剑尖闪出 吃了一声 在那村女左臂上画了一道口子 昆仑派剑法一剑得手 不容敌人 更有半分喘息之机 随时啄啄进逼 那村女啊的一声 肩头又中了一剑 那村女叫道 喂 你再不帮我 眼睁睁瞧着我给人杀了吗 班淑贤退后两步 横剑当凶 四下一看 却不见有人 当下长剑颤动 剑尖上抖出朵朵寒眉 又向那村女攻去 那村女 急舞断剑 连挡三剑 对方剑召来着奇快 她却也挡着迅捷无人 这当儿 眼明手快 当真是招刀剑不容发 班淑贤赞道 死丫头 手下倒快 那村女不肯吃亏 回骂道 死婆娘 你手下也不慢 但班淑贤 是建筑上的大离家 数十年的修为 口中说话 手下丝毫没有闲着 那村女终究不过十七八岁年纪 虽然得益名师 但岂能学得到班淑贤 好整以侠的风范 这一说话微微分心 感觉手腕上一疼 半颊断剑 已然脱手飞出 那村女啊的一声惊呼 班淑贤第二件 以刺向她的斜下 丁敏君一直在旁袖手观战 这时看出便宜 不及拔剑 一招推窗望运 双掌变向那村女背上膝去 同时五亲鹰也纵身而起 飞腿直踢那村女右腰 那村女只下了一颗心 急欲从枪子中跳了出来 感觉全身炙热 如堕火叫 随手伸直在班淑贤的长剑上一弹 便在此时 背心重掌 腰间背踢 却听着 哎呦 哎呦两声惨叫 丁敏君和五亲鹰 一提下火摔出 班淑贤手中 也只剩下半截断剑 原来张武器见情势危急 煞世间将全身争气急速送入那村女的体内 他所修学九阳神功已有三四成功力 威力当真不小 于是班淑贤的长剑 丁敏君的双手顽骨 五亲鹰的右足趾骨 一一分别折断 何泰冲武力 未必三人目赠口呆 一时都争住了 班淑贤将半截断剑往地下一抛 狠狠的倒 走吧 丢人现眼还不够 向丈夫怒目而逝 一肚皮怨气 尽数要发泄在他身上 何泰冲道 是 两人并肩奔出 片刻之间已奔得老远 昆仑派清宫之家庙 却是武林一绝 至于班淑贤回家 如何整治何泰冲出气 是伐贵顶剑 或是另有昆仑派怪招 此非外人所知 未必一手扶着师父 一手扶着师妹 慢慢走开 他三人急趴那村女乘胜追击 可是又不能 如何泰冲夫妇这般 飞迟远去 每一步中都担着一份心事 丁敏君双手顽骨断舌 腿足却是无伤 咬紧牙关 独自离去 那村女得意知其 哈哈大笑 说道 丑八怪 你 突然间 一口气劫不上来 昏了过去 原来 张无忌眼见六个对头 分别离去 当即缩手 放脱他的足踝 冲刺 在那村女体内的 一股九阳真气 木的泄去 他便如全身驱脱 四肢百骸间 再无分毫地气 张无忌一心之想 便及领会 双手五指 轻轻摁住 他眉头近处的 丝竹空穴 威蕴神功 那村女 这才慢慢行转 他睁开眼来 见自己 躺在张无忌的怀里 他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 不觉大羞 急悦而起 似笑非笑地 向他瞪了一会儿 突然伸手 抓住他 左耳用力一扭 骂道 丑八块 你骗人 你有一身厉害武功 怎么跟我说 张无忌痛叫 哎呦 你干什么 那村女哈哈笑道 谁叫你骗人 张无忌道 我几时骗你了 你没跟我说 你会武功 我也没跟你说 我会武功 那村女道 好 便饶了你这一遭 是才多成 你助我一地之力 将功折罪 我也不来追究了 你这腿能走路了吗 张无忌道 还不能 那村女叹道 总算好心有好报 若不是我记挂着你 要来再瞧你一眼 你也不能救我 顿一顿 又道 早知 你本事比我强得多 我也不用替你去杀那 朱九珍的鬼丫头了 张无忌脸一沉 道 我本来没叫你去杀他 那村女道 哎哟 哎哟 原来你心中 还是放不下 这个美丽的姑娘 倒是我不好 害了你的意中人 张无忌道 朱姑娘不是我的意中人 她再美丽 也不跟我相干 那村女 祈祷 咦 这个急了 那么 害得你这样惨 我杀了他 给你出气 难道不好吗 张无忌淡淡地道 害过我的人很多 要一个个都去杀了他们出气 也杀不尽这许多 何况 有些人存心害我 其实他们 也是很可怜的 好比朱姑娘 她整日假提心吊胆 生怕她表哥不和她好 担心她娶了五姑娘为妻 像她这样 做人又有什么快活 那村女怒道 你是急死我吗 张无忌一呆 没想到 说着朱九真是 无意中触犯了眼前 这位姑娘之际 蒙道 啊不不不 我是说个人有个人的不幸 别人对不起你 你就去杀了她 那很不好啊 那村女笑道 你学武功 如果不是为了杀人 那学来做什么 张无忌沉吟道 学好了武功 坏人如来加害 我们便可抵挡了 那村女道 佩服佩服 原来你是个正人君子 大大的好人 张无忌呆呆地瞧着她 总觉对这位姑娘的举止神情 自己感到说不出的亲切 说不出的熟悉 那村女下额一扬 问道 你瞧什么 张无忌道 我妈妈 常笑我爸爸是烂好人 软心肠的书生 她说话时的口吻模样 就像你这时候一样 那村女脸上一红 赤道 呸 又来占我便宜 说我像你妈妈 你自己就像你爸爸了 她虽出言斥责 眼光中却蕴含笑意 张无忌提道 老天爷在上 我这有心占你便宜 叫我天诛地链 那村女道 口头上占一句便宜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又用得着诅咒发誓 刚说到此处 乎近的东北小巷 有人轻笑一声 笑声 林亮悠长 是女子的声音 跟着近处有人 作笑相应 正是尚未走远的丁敏君 她随即停步不走 那村女脸色微变 低声道 恩威太 又有人来了 第十六回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